这个罗伊案从1973年 其实就已经意味着三权分裂的原则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这个分裂持续到今天 显示美国内部的文化分裂已经非常严重了 我觉得不排除这个案子将来有可能会成为 诱发美国分裂的起点之一 B站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范永鹏 欢迎来到范神论 非常高兴再次跟大家见面 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一个什么话题呢 就是美国这两天特别热的一个话题 就是在当地时间5月2日吧 咱们的到3号了 美国爆出一个大新闻 就是这个号称是最高法院要推翻这个堕胎权 那么在很多媒体上 在美国它的热度盖过了这个俄乌冲突 这个新闻最早是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的 他说最高法院泄露出来了一个文件 是一份最高法要推翻 罗伊素韦德案的多数意见草稿 也就是说法院要推翻1973年 赋予美国妇女堕胎权的一项司法裁决 这个罗伊素韦德案后边我再跟大家讲 这个先讲一下这个什么叫多数意见 就是因为最高法院有9个法官嘛 所以要投票 投票形成多数就能产生一个裁决 那么这个多数呢 最后要写出一个说明 就有点像我们中国古代这个县令判案之后 写的一个判词 要讲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判 背后有什么道理 那么这份多数意见呢 他的执笔人是这个今天的大法官叫阿利托 这个人是个保守派 小布什任命的 这个保守派一向是反堕胎权 这个不意外啊 在这个美国语境下 他们这派人叫pro-life 就是尊重胎儿的生命 反对堕胎权 相反的一派叫pro-choice 也就是说尊重女性的选择权 支持符合一定条件的堕胎 跟这个阿利托同属多数派的 还有大法官托马斯 格萨奇 卡瓦诺 巴雷特 四个都是共和党大法官 所以现在已经至少形成了 5比4的这样一个多数局面 据说这个共和党的首席大法官 这个roberts立场还不明确 虽然现在这个5比4呢 还比较弱 历史上有很多高度争议性的案件 都是以5比4做出的 所以5比4的案件 有一些过后都是有争议的 那么但是现在至少 即使没有罗布斯这一票 也足够通过了 这个消息传出来 可以说是震动朝野 首先是拜登总统就谴责大法官 说这个他自己要推动国会立法 来维护这个堕胎权 其实他这么说也是有道理的 因为像堕胎权这样的这个民权事务 本身也是可以用国会立法来规范 然后众议院院长 众议院议长这个佩洛西 和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舒默 也发了一个联合声明来谴责 然后最高法呢 也回应说这个文件是真的 但是还不是最终立场 因为还没有最后裁决 要到6月份才能最后裁决 现在泄露出来的只是一个草稿 只要没有最终公布 这个投票和意见都是可以重来的 同时呢最高法也说要调查泄密者 因为最高法的文件一贯是高度保密 我印象中过去好像没有发生过 这么严重的一个完整的判词 预先就泄露出来的一个事 然后民间的反应也很强烈 当天就出现了这个 堕胎权组织的抗议活动 这个报道很多啊 大家都很熟悉 我就不展开了 我给大家主要介绍一下 这个事背后的一些历史背景 和它背后的一些这个 一些这个争论 那么阿丽托的这份意见呢 它主要是一个什么意思 它是反对1973年的一个 叫罗伊安树立的一个原则 而且他用了一个非常尖刻的词汇 说这个罗伊安的判决是叫 错到离谱 这个英语用的是叫 egregiously wrong 这样一个词 这个egregious这个词呢 它是指过分的 令人震惊的 臭名昭著的 这个词就很 感情色彩很强烈了 这个最高法院 推翻过去的法院裁决 本身就不是很多件 那么都是比较重大的事 即使这么干呢 一般在这个话语上 也要遮遮掩掩 要尽量避免对前任 做出过于犀利的评论 所以从这篇的用词 就能感觉到 这个是一种 有一种利透纸背的政治厌恶感 可见这个美国两党 这个保守派 自由派之间的分裂憎恨 已经到达了什么程度 那么咱们先来看 这个罗伊安是个什么东西 就是当时是一个21岁的单亲母亲 他这个化名叫罗伊 他当时有孩子 所以又怀孕了 没有条件去生养 但是当时德克萨斯州的法律 是禁止堕胎的 当时就有律师帮他起诉 起诉达拉斯县的检察长亨利韦德 为什么要起诉这么一个检察长呢 因为当时法律是不允许公民 向联邦法院起诉自己的州政府 只好起诉这个检察长 所以这个案子呢全名叫罗伊素伟德案 这个案子最后在1973年 以这个7比2的这个高票优势 裁决德州的法律违宪 确认了堕胎是一项基本权利 这个案件其实 这个咱们国内搞法学的 很多都在讲这个案件 本身的法律层面的东西 但实际上这个案件 从一开始 它就是一个政治案件 比如说当时那个代理律师 他其实就是要搞政治的 他就是要挑战这个禁止堕胎的法律 所以和这个罗伊呢一拍即合 而这个罗伊自己也知道 他其实等不到这个诉讼结果 孩子就会出生了 而且他确实也既没有真的去堕胎 也没有受到法院的处 这个处罚 实际上他是在起诉一件 没有实际发生的事 当时这个德州政府就主张 因为按照美国联邦法律的一个规矩 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实际争议 就是确实是发生实际争议的一个案件 最高法院才会受理 所以当时德州就认为这个不应该受理 他因为他实际上并不处在任何的实际争议当中 但是联邦最高法院 其实当时也是正想搞政治 所以就硬认定他有权来起诉 最后这个判决的理由呢 也是在搞政治 他不是在围绕堕胎权本身 而是借着这个隐私权 这个作为理由 做出了一个判决 但是其实美国宪法里 不仅没有堕胎权这个词 也没有隐私权这个词 从权限上来讲 像隐私权这样的东西 应该属于是州宪法规范的范围 所以很多州的隐私权 比如像加州 他的人权条款里边 都有这个第一条是隐私权 对吧 所以很多州是放在州宪法里来规定 这个罗伊案之前呢 之前五年有一桩涉及避孕措施的案件 就是到底妇女有没有权利来采取避孕 最高法院就认为妇女有权 就创造了隐私权这个理由 这时候最高法院正好把这个 也用在堕胎案里边 把堕胎看作是一种隐私 那么当时投赞成票的七个大法官 他们的多数意见就认为 不能死守宪法条文 你不能说宪法里边没有的 我们就说没有 要从条文的语境里边 读出来一些没有说明的权利 这是当时美国宪法学习 很重要的一个争议 包括当时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 我的老师 他就是当时这个叫原始主义 或者叫原意主义 叫Originalism的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 叫Jack Ricker教授 那么说白了就是 他当时这个法院的这种说法 实际上就是要把宪法 给当成一个哆啦哩梦 就是我想掏出什么 我不管宪法这个文本是怎么样的 我都能掏出来 所以当时就有很多人反对 说这是凭空创造法律 也有人认为司法权 这个这是侵犯立法权 违反了三权分立的原则 当时还有这个投反对票的两个大法官 包括像这个伦克斯特 后来他成了首席大法官 他就一直在致力于推翻这个判例 包括这个罗伊本人 这个当事人后来也反悔 他说自己其实也反对堕胎 当时是被律师利用了 到2005年他还起诉 要求推翻他自己的这个案子 所以从这背后的一系列剧情 我可以看出来 其实挺狗血的啊 一向被这个国内一些精神美国人吹嘘的 这个所谓神圣专业中立的 这个美国最高法院 其实一直都是玩政治的第一线和主战场 根本不存在什么超然于政治的独立司法权 那么第二点就是我们看看他玩的是什么政治 这点其实很简单 就是权力政治 这个我在去年的系列视频里边 已经讲到了这个美国权力运动的发展 今天就不展开 那么具体到这个堕胎权 我们同样也要从那个美国的所谓 Formative Action 就是积极行动这个时代说起 六七十年代这个权力运动的这个大潮之下 女权也获得了一个飞跃发展 1972年当时在这个推动这个权力运动推动之下 国会就通过了一个平权修正案 交给各州来批准 1973年就发生了这个罗伊安 所以他是有紧密的关系的 所以这个罗伊安后来就助长了民主党自由派的势力 同时也引发了非常激烈的辩论 这个1973年可以说对女权主义者来说 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 美国这个国家跟我们很多人 这个印象中是不一样的 它其实是一个高度宗教化的国家 宗教化的社会 这一点即使从这个现代欧洲的角度来看 美国都是一个高度宗教化的社会 所以堕胎在很多地方过去都是禁忌 这个罗伊安之后呢 这个禁忌被打开了 所以这个堕胎案大增 从1974年到1977年 美国当时是实施了350万例堕胎手术 到80年代初继续上升 这个80年到90年之间平均每年是150万例 到90年达到160万例 达到峰值 然后90年代中期开始缓慢下降 它的原因呢 一个是青少年怀孕略有减少 另外就是这个避孕措施有所普及 但是不管在这个已婚还是未婚的女性中间 堕胎率还是相当高的 所以我们从这个罗伊安一方看到 就一方面它提高了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权 但是客观上也加大了对女性身体的伤害 然后这个女性权力的高潮 很快就引起了美国社会保守势力的反击 因为你不可能当它不存在嘛 他看你肯定不爽 所以三年之后 这个1976年就发生了反向运动 国会批准了一个叫海德修正案 就是禁止联邦财政来资助堕胎 就是说你可以允许堕胎 但是你不能花联邦的钱 这个法案呢 就是限制联邦和州的医疗保险项目 里边使用联邦经费资助这个堕胎行为 除非是为了挽救妇女生命 必须来做 或者是这个怀孕是由于 这个强奸或者乱伦行为所导致 而且还必须是立即报案 产生的这种后果 你才可以去动用联邦经费去做这个堕胎 同时这个罗伊安也刺激了 这个当时保守派来反对 我刚才讲的这个平等权力凶人案的很多人 他们认为沿着这个趋势下去 那就麻烦了 说女权运动再这么发展下去 会产生很多奇葩结果 比如说会不会男女共用厕所 会不会女兵上战场 这在美国那些这个保守派看来呢 就是事可忍事不可忍的 所以今天我们回头看 这些人的想象力还是太弱了 他们当时担心的可能主要还是说 女性来上男厕所 现在已经发展了男性可以上女厕所了 而且各种性别认同都可以来混用厕所 或者要求来有自己的厕所 所以那些当时的这个反女权者 如果穿越到今天 我估计会下掉下巴 然后到这个1977年之后 这些人成功的阻止了各州批准 这个平等权力修正案 其实很多女性也反对这个法案 为什么 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女性都支持这个女权运动 美国有很多的女性 特别是在南方 她们担心这个女权运动会摧毁家庭 会导致很多这个比如像道德的这个 这个堕落了什么各种各样的理由 总之到1982年这个法案就彻底失败了 那么我们跳出这个女权的范围之外 我们看到这个罗伊案呢 它引起了保守派的不满和反击 不仅仅是在女权这个范围里 而是非常广泛的 最初比如说 它主要是激起了这个保守派天主教徒的愤怒 然后这些天主教徒呢 当时就大量的涌入到一个组织 叫生活权力全国委员会 叫national right to life 这么一个组织 然后这帮人就成了共和党的这个票仓 然后这些人就投共和党的票 然后呢紧接着这个女权这些人 又引起了新教徒的反感 新教徒这些人 他不少是信奉这种社会保守主义的 所以70年代末 也开始加入到美国右翼的阵营 到80年代 这些宗教右翼势力合流 然后势力大增 美国的一般利益集团和政党竞权组织呢 这个我们都知道 他往往是一个靠富人捐款 靠这种过去的通讯录 比如这个电话来拉票 然后靠专业的精英团队来运营 但是80年代兴起的这些宗教右翼组织 他们的运营方式完全不一样 他们是组织那种 就像这个团契了 讨论小组了 然后圣经学习班 主日学校 然后建立了有很强这种保守主义倾向的 这种基督教的学校 神学院 宗教大学 然后他们又把力量集中于城市的郊区 强调这个传统价值 社区价值 重视在这个穷人和中产阶级里边 招募信徒 力图建立这种庞大的面对面的成员聚会 通过这个方式来打破 这个那种就是自由派精英集团的这种垄断 然后打破阶级界限 所以这些人呢 势力其实越来越大 但是他在美国政治生活里边 他很长时间里边都是沉默的多数 所以我们这些外人 我们从外面看到的 美国在媒体上最喧嚣的那些事啊 其实往往更多反映的是自由派和精英的声音 这个开玩笑的讲 自由派在哪都是最喧嚣的一群人 最擅长口舌之力的 就包括在咱们中国 每次移情事件里边 这个我们看微博抖音 或者微信视频号上 跳得最高的往往都是自由派 看起来好像他们的声音很大 就代表了老百姓代表大众 实际上在美国也一样 这个实际上他们只是 这个一部分人 但是他们擅长表达 擅长控制这个话语权 那么就是因为我们看不到 这个自由派媒体光环之外的 这些保守群体 所以在过去很多年 全世界的媒体 智库和学者 在很多问题上 都对美国做出了误判 包括今天我们很多人 还在继续误判 那么这些宗教右翼分子 他过去往往 是不愿意参与政治的 甚至很多人拒绝投票的 别人不惹我 我也不去惹别人 但是正是这群自由派 包括女权 主义者的这种咄咄逼人的攻势 把这帮人给激怒了 所以让这帮满脑子 宗教和传统思想的人呢 大批进入到主流政治生活 这个新教徒和天主教徒 过去是互相瞧不上的 结果反而在80年代之后 组成了一个基督教联盟 共同去挑战这个世俗自由派 特别是他们的 他们认为这个最高法院 是这些自由派的一个代言人 他们就开始批评这个罗伊安 说你是谋杀泰尔 是滥杀无辜 然后还指责说你这个判决 之后会导致国家来控制私人生活 这个过程中呢 我还给大家讲一个重要的插曲 也很有意思啊 这个牵扯到国税局 这个大家知道美国的这个宗教机构啊 它是作为非盈利机构而享受免税待遇的 南卡罗兰娜州呢 当时有一所教会学校叫鲍布琼斯大学 它是这个新教基奥派的一个大学 非常保守 甚至他禁止跨种族恋爱和婚姻 这个在自由派看起来那就不可忍啊 所以1978年 国税局就以这个学校 没有达到种族融合的标准为理由 取消了他的这个免税地位 这个行动激怒了当时的宗教右派 特别是新教徒 这些新教徒的长期以来都反对堕胎 但是他们一开始对这个罗伊安呢 不像保守派天主教那么愤怒 他们认为在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圣经里边 在堕胎问题上并没有提供明确的指导 所以呢 他们也不太喜欢出来争辩啊 既然你们自由派控制公共学校 你们要搞性教育 你们要宣传打二文进化论 你们要支持堕胎 没关系 我大不了把孩子带回来 我自己家里教育 或者我送到基督教学院来教育 但是现在国税局来 这个侵犯到我们这个宗教学校的 这个权利了 利益了 所以他们就认为 我们作为父母的权利受到威胁了 担心这个政府权利扩张 所以他们大举抗议 当时是寄出了50多万封抗议信 最后国税局不得不退缩 在1979年取消了这个政策 总之呢 我们看到这个罗伊安 他作为一个自由派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标签 他成功的激发了反自由派的各种社会保守主义势力 然后在70年代还导致了广泛的宗教狂热 这个势力呢 他的最主要的一次出手就是1980年大选 结果就是把里根给选上台了 美国政治从此开始了一个叫高度宗教化的阶段 但是里根本人其实他并不是一个狂热的一个意识形态 这个信徒 他其实是个政客 比如里根原来在加州 他其实是支持过堕胎的 然后为了这个票仓和政治利益呢 他就摆出了一副反对堕胎的这个共和党右翼立场 同时呢 他也知道我不要去刺激那些自由派 但是那些自由派呢 也不是善查 他看到你们保守派这个势力上升这么厉害 然后共和党的总统也上台了 他们变得更激愤更暴力 到1987年之后 当时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组织 就是支持堕胎的一个激进组织 叫手术抢救 叫Operation Rescue 这个组织变得很活跃 他模仿这个马丁·卢德金 去搞静坐抗疫 去包围诊所 然后阻止人们去堕胎 后来政府呢 就逮捕了几千人 他们就升级 开始向诊所扔炸弹 杀害医生 这个打死了很多人 到今年这个六月份 咱们看啊 这个最高法院的判决出来之后 如果真的说最高法院 最后推翻了这个罗伊安 我料想 他就是当时发生过的这些暴力冲突 其实还是有可能再次发生的 所以呢 在自由派的压力之下 我们看这个里根和布什两届 其实都是不敢实质性的来逆转这个罗伊安 虽然他们都是以这个保守派 以共和党那个自居啊 但是他不敢真的去触碰这个罗伊安 包括这个你看老布什 1999年任命的第一个 他任命的第一个最高法院大法官 叫戴维苏特 这个苏特在法院里边 其实也经常的站在温和的自由派一边 然后在1992年 一个重要的案件采取里边 是苏特 他本身是个保守派 但是他最后一刻投下了关键一票 使这个法院以5比4 又再一次确认了这个罗伊安 当时五张多数票里边 有三张都是里根和布什提名的法官所投出的 所以足以说明当时自由派的势头有多大 那么所以这种势头的发展呢 让一些这个宗教保守派在90年代就陷入一种极具的悲观情绪 他们意识到不管是里根还是布什 都没有真的能替我讲话 没有能够推动我的视野 那么相反这个像大学了 媒体了 社会文化各种阵地了 几乎完全变成了自由派精英的阵地 然后这些阵地呢 不断来打压这些保守派 然后紧接着这个民主党又上台了 克林顿上台 自由派更是扬眉吐气 克林顿呢 为了取悦自由派一上台 就撤销了前任就是这个布什通过的一个闭嘴法案 就当时有一个法案就是禁止那些接受联邦经费资助的诊所 来接受堕胎的咨询 所以你看美国这个法律很有意思啊 它会纠结于一些很具体很具体的一些技术问题 就是不能接受这种咨询 然后克林顿另外又颁布了一个授权使用胎儿组织 来进行科学研究的医学研究的行政命令 这个也引起了保守派的这个巨大的反弹 另外这个克林顿还提名了两个大法官 一个是金斯伯格 一个是布雷耶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最高法院里边 保守派虽然仍然是微弱多数 但是这个金斯伯格和布雷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他们让这个法院始终在支持堕胎合法 那么双方我们看到在最高法院里边 就达成了一个暂时的妥协平衡状态 在克林顿之后的十多年 围绕着这个堕胎的政治冲突呢 就没有之前那么激烈 但是后边经过奥巴马八年的这个自由派扩张 保守派这个这个更加愤怒 后来又这个通过特朗普上台 这个保守派又打了回来 然后特朗普有一个 这个有时候也是天命宝宝 命太好了 一下子得到机会任命了三个大法官 所以他打破了这个最高法院里边的平衡 于是才有了今天这个发生的这场闹剧 那么这个背后的这个故事 我简单的给大家梳理了一下 最后我就讲几点我的感想和评论吧 就是第一点呢 就是说这个最高法院啊 就是搞政治的 从来不存在所谓这个独立的司法权 法官本身就是两党政治的产物 他也一贯是置身于政治斗争的核心里边的 这个我记得大概十年前吧 十几年前我跟法学圈的一些朋友 当时有争论的非常厉害啊 后来有些干脆就有劲了 有一小传就翻了 为什么呢 就是法学界有很多朋友 他就坚定的认为美国的这个司法权 美国的这个独立司法 是完全非政治化的 是这个可以做到这个中立专业的 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历史上 很多案例都能表现出来 能证伪这一点 所以今天这个罗伊案的这个事呢 虽然现在还没有定论啊 但是也能反映出来 其实从来没有过不讲斗争 只讲专业主义的法官 这个堕胎就是最高法院的 最核心的法律议题 每个大法官的任命 都要在这个议题上要宣示的 要表态的才能过关的 比如这次这个投票赞成 推翻罗伊案的一个大法官 其中一个叫托马斯 是一个这个铁杆保守派 一个黑人 里根是1982年任命 他当这个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的主任 但是他对这个 这个民主党自由派的那些 这个议题没有兴趣 对所谓促进种族平等机会 没有什么热情 所以当时就遭到很多自由派的批评 然后布什呢 在1991年就要任命他担任大法官 就引起国会里边一场恶斗 布什最开始估计说 自由派虽然反感托马斯 因为他是保守主义观点了 但是他是个黑人啊 所以你自由派也不太好意思反对他吧 毕竟投鼠即戏嘛 但是这个堕胎的支持者担心他的一票 有可能会扭转罗伊案 所以当时有像有一些这个叫 全国有色人种协信会 这些组织也加入进来 反对他的提名 然后这个 俄克拉克马大学一个黑人教授 法学教授 叫Hill 这个安妮塔Hill 也指控这个托马斯 性骚扰 然后托马斯拒不承认 反而倒打一耙 声称说你这是对我这种不驯服的黑人 进行私刑 私刑这个词在美国政治里边 那是非常严厉的 为什么 因为美国在奴隶制时期 包括这个解放黑奴之后 在这个迫害黑人里边 经常会用到私刑 这个私刑是一个高度这个具有天然带有 这个政治正确光环的一个词 这个说白了就是这个 大法官的任命是政治挂帅的 政治就是讲敌我的 忠诚第一位 人人都要过这个关 堕胎问题就是这样一个关 如果你过不了这个关 你就要承担额外的非常巨大的代价 托马斯也用自己的生涯证明了 这个法官是多么一以贯制的讲政治 始终不忘自己的初心使命 今天还是坚决的要把这个罗伊安给推翻掉 那么从这一次泄露出来的叛词 也能看到政治斗争何其尖锐 这个我刚才讲到这个 阿里托的措辞多么严厉啊 我看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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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叛词的这个叫多数意见的时候 我感觉炎然像大清保守派 骂这个维新派的时候 大喊祖宗之法不可变 隶属美国历史上的这个这个传统 所以在政治斗争里边 法院的叛词怎么写 其实都不过是一个文字游戏而已 所以大家如果想知道什么叫诡辩 什么叫强词夺理 真的可以有空去读一读 美国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法院意见 其实当时这个罗伊安的意见 在1973年本身写的就非常牵强 当时就有很多法学家认为 他根本站不住 甚至批评他是在发明法律 在篡改宪法 今天风水轮流转 保守派占了上风 同样是站在自己的政治立场上 把这个发明的宪法再发明一遍 那么这个事对我们局外人有什么意义呢 我觉得可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 就是又一次证明了 这个所谓的这个程序正义啊 它的局限和虚幻 那么我的第二个评论 就是这个美国的政治游戏啊 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规矩啊 政治规矩进一步的败坏了 这次泄露文件 显然是这个政治斗争下的阴谋把戏 是自由派故意泄露的 就是为了引起民主党势力 和这个民间堕胎权组织的注意 让他们来搞 来造势来搞破坏 最后来影响司法 这个确实是前所未有的做法 以前虽然也有过泄密 但是像这样一种完整的一个 一个多数意见 一个文件泄露出来 还是应该是第一次 这说明美国的政治规矩 在进一步的被破坏 你像这种泄密事件 过去在国会了 在白宫了 这很常见啊 但是在最高法院 多多少少还是要保持一点 这个法律的尊重啊 那么从去年1月6号 国会政变 就是一次对美国政治规矩的 一次重大的突破 现在呢 又发生了最高法院的 这样一个突破 那么这个政治规矩 一条条的突破下去 我觉得可能离这个先排桌 离这个撕破脸可能不远了 如果从一个更高的维度来看 这个罗伊安从1973年 其实就已经意味着 三权分立的原则 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这个分裂持续到今天 显示美国内部的文化分裂 已经非常严重了 我觉得不排除这个案子 将来有可能会成为 诱发美国分裂的起点之一 我的第三点评论呢 就是说他对这个 今年中期选举的影响 这个堕胎权在过去50年间 都是选举政治里边的重要议题 也是两党划线和选民里边 自由派和保守派划线的核心指标 这个民主党一向是占这个堕胎权 然后现在眼前呢 看着这个中期选举 这个形势不太好 面临着参众两院 全面失守的可能性 所以他借着这个事儿 想激发自由派选民的愤怒和战斗性 肯定是有利于民主党选情的 那么其实对于那些 原来就坚定这个 持有堕胎立场的自由派铁盘 其实影响不大 但是有相当一部分自由派呢 原来他在过去这一年里 对拜登的政策有很多不满 本来他可能不会出来投票了 但是通过炒作这种极端的敏感议题 煽动他们的愤怒 可以有效的动员他们出来投票 共和党一边呢 其实他这次要坚决打掉这个案子 其实也是有这个选举的考虑 他就是想借这个事儿 来捅自由派的废管子 来打掉自由派的一个历史成就 敲掉一个政治正确的标签 就是共和党重大胜利 同时呢 还有利于中期选举前的 这个团结造势和动员 所以这一切都显示 美国政治现在在日益的泛圈化 实际上我们观察选举政治 会发现这个和娱乐圈非常像 比如现在很多这个培养练习生 然后这个塑造偶像 造势营销 然后粉头呢 以传销的方式来扩大粉丝群体 以这个邪教洗脑的方式来控制 控制粉丝的精神 再通过打榜 应援 供养等这些方式来敛财 我们看看其实跟美国的选战 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国内咱们很多小伙伴 在饭圈主要混过的 我觉得几乎可以说是 人均选举政治专家 我虽然没混过饭圈啊 所以我只能苦哈哈的去 这个独立时来理解政治了 所以只要搞大众选举 毫无例外 最后都会落入这种饭圈化 中国这些年 我们看到网上有大量西方传过来的 各种各样的权力运动 幸好咱们不是搞这种多档竞争选举 不然的话这些事一样会成为 我们政治生活里的压倒性的议题 会压倒真正有意义的政治事物 那么我们大家别的事 正事就别干了 五年规划也不要搞了 天天就围绕着这些事情来喷口水 所以大家到底想要什么样的政治 什么样的制度 你就想想你愿不愿意 让网络上的杠精来决定你的生活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最后一点就是这个事啊 暴露出来这个自由主义 它对私人事物的侵犯 我们国内的很多公知啊 在过去几十年 特别喜欢讲这个自由主义 是保护私人空间啊 讲这个风能进 雨能进 国王的士兵不能进 这个吹得久了 自己也相信 实际上自由主义 这个词呢 你拿它来指代西方 可能有点过于简单化 美国内部就有很多自由主义 最主要的有老的自由主义 就是崇尚野蛮竞争的这种自由主义 也有新自由主义 就是所谓的叫进步 或者新政自由主义 现在民主党这一套 然后还有白左 今天讲的自由派 还有保守主义 这个包括宗教保守主义 那么老的自由主义呢 它其实比较简单 它就是丛林规则 生死有命 这个就像特朗普讲的 这就是生活 当然他这种呢 他不太喜欢干预别人的私人事务 但是当前美国文化里边 恶斗的两方 一边是新自由主义 一边是保守主义 都是非常喜欢干预私人空间的 比如像这次罗伊安 我们中国人就觉得很奇怪 这个人家剁不剁胎 碍着什么事了 对吧 你别外人 你有什么资格去管人家这种事呢 我中国人真的很难理解 这种事怎么会变成 举国政治斗争的中心 这个张太炎说过一句话 有时候中国2000年专制 明月专制 其实放任 比起这个西方历史 我们的私人空间 在一般状态下 确实是高度自由的 只要在西方 特别是在美国待过的人啊 都知道那边对个人的限制 要比中国多得多 这一点呢 跟他们的历史文化 有很大的关系 这个西方现代思想 最核心的就有两个东西 大家想想 一个就是理性 近代以来 西方的所有的哲学 都是围绕着理性问题展开的 不管你是理性主义 还是反理性主义的 再一个就是自由 西方近代以来 所有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运动 都是围绕着自由问题 那为什么我们中国人 不是那么特意讲 这个理性和自由呢 是不是没有吗 其实恰恰相反 这个理性相对的是什么 是教权 是宗教神学 自由相对的什么 是封建制度里的特权 和人身依附 有了这两样东西 人是不可能自由的 也不可能理性的 更不可能有所谓的私欲空间 所以今天的这个 西方的宗教和社会固化 都在急剧上升 所以看到这个理性和自由 这种东西 在西方可能又要威仪 而在中国这两样东西呢 这个都是在 至少在春秋战国 这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很难理解 西方他对于这种 所谓的私欲空间的 这种执念 那么在西方 这种文化之下 你是保守派 你就会对别人 提出一大堆道德要求 比如像美国早期 甚至会因为 道德行为 会判死刑 会逐出教会 会剥夺财产 会驱逐 非常残酷 但是如果你要是自由派呢 你也会去强行 介入到别人的 私人事务里边 比如说在保守派 看起来 就是你们这帮自由派 要搞大政府 要侵犯周全 要侵犯私人事务 这个金星啊 这个有一次 在访谈里边 谈得很有意思啊 这个当时 这个外国人就问他说 这个中国有没有说 压制这个变性人了 性取向了 这些东西 金星就讲性取向 这些东西 中国几千年都有 从来也没有成为 一个政治议题 就你们西方人 爱铁标签 反而把什么都搞成了 这个政治敏感 这个金星很多政治观点 我不赞同的 但是这句话说的 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所以现在美国 这个政治正确 登峰造极 其实就是他这种文化的 一个必然结果 当然实际上 在这个往外推呢 这种文化背后 其实还有商业利益 如果这次被推翻 美国也会产生 一大批商业利益 比如像会产生 跨州堕胎业务 这个会形成 新的洲际贸易 叫Interstate Commerce 又会产生 新的这个商机 其实在历史上 很多这样的先例 比如历史上 美国各州的 这个离婚法律的 变化频率不一样 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 这个跨州离婚业务的 这个流动等等 这个我就不展开讲了 总之呢 就是在美国这样一个 商业国家 出任何事情 都是不奇怪的 那么最后呢 这个罗伊这个案子啊 这个 我现在非常感兴趣的 是想看一看 我们国内的这个自由派 包括各种搞权力运动的 积极分子啊 包括公知们 会怎么回应 因为确实带来了 一个很难的难题 就是忠孝难以两全 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好 谢谢大家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祝大家身体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